富里乡冬里村70多岁的阿嬷 在家中突然不见踪影 上演了乌龙失踪记 家属急了向热锅上的蚂蚁 通理派出所消防队家属 以及村民邪寻两个小时之后 长者从外面安然自行返家 虚惊了一场 富里乡冬里村70多岁的阿嬷 在家中突然不见踪影 上演乌龙失踪记 家属急了向热锅上的蚂蚁 东里派出所消防队家属及村民 邪寻两小时以后 长者从外自行安然回家 远景说外面又下着清门大雨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家人开始担心阿嬷跌倒或是发生意外 气氛逐渐紧张 宣伐阿嬷在外遭遇不测 就立即通报东里派出所 来紧急协讯 班局长陈伟文表示 在这里也呼吁长者外出务必告知家人 或者记得留个纸条让家人知道去向 尽可能携带手机以理联络 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也可以避免家人担忧 并且耗费不必要的人力跟物力 记者高双双 不理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